我們現在看《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 一起讀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這個經文我們用來幫我們去處理我們裏面 那些不能夠得性的因素 即是我們生命中有很多不能夠得性的因素 我們之前都說過 裡面有兩個聲音 《立志行事,為得我,只事行出來,又不得我》 《我願意為善的時候,就有惡,願我同在》 裡面有一個惡的聲音 又有一個神的聲音 聖靈的聲音 但越聽神話 惡的聲音就越少出現 而且你越快處理到它 但那些人 你發覺有些就算上耶穌也好 一旦被人罵 那些發爛閘是失控的 因為那個罪性情太強了 根本它從來沒有管理過 它又不覺得是錯的 它不覺得罵人是錯的 它不覺得傷害人是有問題的 於是它們就隨意罵人 一有什麼事呢 就發殺爛閘 這就是因為它根本沒有管理的習慣 沒有管理生命的習慣 如果我們有管理生命的習慣 一有什麼事我們立即管理 我們裡面有兩個力量 而同時這個經文就講到 我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為了成就祂的美言 即是我們會立心去做 和會做得出來 都是神在我們心裏運行 來叫我們成就這件事的 這個經文是有很多神的恩典在裡面的 神的屬性和恩典 祂為我們做什麼 因為很多人就以為我們做很多決定 都是我們自己做決定的 的確是自己做決定的 的確是 不過這個經文告訴我 是神參與在其中 不過人的決定都有兩種 一種應該有三種 一種是神所感動的 一種是人自己的 例如我今天想去麥當勞 我今天想去哪裏吃東西 我想去哪裏旅行 這是人的決定 第三種是邪靈 聚性情引致的 那這三種的決定 我希望大家分辨到 如何分辨到呢 如果是神的意念 你發覺是跟從神 你會發覺是合乎聖經 和幫到你的 對你的情況有幫助的 第二種是人的決定 你買東西吃東西 都沒有牽涉到神的事情 只是你自己做一些決定 那些又不是錯的 那些人的決定不是錯的 第三種就是罪惡的意念 我要罵他 我要傷害他 我要得罪他 那些很明顯分辨這三種 而這個經文所講 是那些熟神的 那些熟神都包括生活的 就是可能生活裡面 你覺得自己 我太匆忙了 我都是要平靜下來 可能神都會感動我們 在匆忙的時候平靜下來 放鬆一個人 不要那麼緊張 那這樣的 而這些意念 我們人就以為是自己 單純是自己立的 其實是神在我們心戀運行來做功的 原來神在我們心情中做很多事情 你留意 原來神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很多 我自己留意 我自己的心靈下 很多事情神帶領我 去做一些決定 做一些行動 還有爭取一些機會 即是有時候有機會 馬上爭取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而當時其實是神在做功 有這個意念 大家明白這個經文 即是我們立志 還有做出來 原來都是神運行的 合乎神的心意 這件事給我們看到 神的什麼屬性和恩典 我給大家少許時間討論 OK 那我現在 我去解釋這個經文 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個經文 即是告訴我們 原來神和我們的關係 密切到不得了的 我們立心去做神的事 其實上 神是經常都在感動我們 希望我們 那些意念 全部都合乎神的心意 即是祂希望 我們整個生命 那些意念 都是從祂而來 我們感覺好像是自己出的 即是譬如說 我想向那個人傳福音 其實就是神感動我們 即是他原來的關係這麼密切 那他很關心我們出於愛 但是同事 這個恩典是什麼呢 他的恩典是 他的屬性是什麼 體恤 同在 他有能力跟我們同在 他有能力 可以入人的心 去影響人的思想 是祝福那種影響 魔鬼都有能力 不過他是負面那種影響 他的恩典是什麼呢 他會灌輸很多好的意念給我們 灌輸很多鼓勵的意念 又會加力給我們 當我們一親近神又得力 所以其實他是很密切地幫緊我們的 好了 那跟我們處理生命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我們同時有這個神的聲音 神的意念 同時有魔鬼和有罪的意念 即是我們罪聖情在裡面有 所以我們裡面呢 是分差很多東西分差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圖 有時候在電視上有看的 那些飛彈呢 即是好像假想要打仗 那些地方一條條線走出來 有沒有碰過那些圖 好像那些飛彈飛出來 你可以想像你的心中就是這樣 一條條走出來 那有些是神的 有些是自己的 那些屬神的 就是愛神 倚靠神 耶穌幫你的 那些不合乎神的 那些就是猛狀呀 怒吵呀 激氣呀 傷害呀 那些出來 就是在心裡面不斷地出的 而神的意念 祂是不斷想遮蓋的 就是想幫我們處理的 不過人不是個個都懂得 留意和處理 所以很多人呢 是會由得自然發生的 被人罵完就哭了一大輪 哭了很久很久 那就是哭完 所以就不哭 就不是處理完 所以不哭 是因為哭完了 哭了很久了 所以就不哭 就不是處理 但是你們上堂多 應該都是會有處理 不過總是會有脫留 那我們越留意到 我們裡面那些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越感激神 哇 原來神你這麼密切 經常提醒我們 就是每一次 哇 原來這些意念 還有神給我一個這樣的意念 就是每一個意念 就好像以前古代皇帝下一個聖子下來 下聖子的人 就是要跪下來接聖子 那些聖子一定要接的 很寶貴很重要 很寶貴很重要 但是聖子就不一定對那個人是有益處的 就是有時候聖子是有些皇帝賜一條法靈給他 就是叫他自殺都有過 有時候他會有這樣的 但是神就不是的 神是賜全部都是祝福 你聽說一定是祝福 你接受這個恩典一定是祝福的 所以神是一直帶領我們 那些賜給我們聖子 那我們一有些意念應該就說 聖子到了 我現在收禮物了 這樣的心態就很好 但是很多人就不是的 就是不覺得是禮物 覺得是責任 但是我們覺得禮物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開心了 原來我們天天都在受禮物 原來神一直帶領我的 原來神這麼密切的 而那些垃圾 哎呀吃來做什麼 越吃就越慘了 於是我們就選擇處理了 這個經文就會幫我們留意到內心世界 而更加留意到自己那個神的聖靈的感動 哇原來這麼多的 原來這麼多禮物 天天送到的 天天是不用淘寶 不用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信封 不用信封送到 是隨時送到的 那我們就多謝神 多謝神給我們這些禮物 那就回應神 那你就發覺 從魔鬼來的意念就越來越少了 其實我以前呢 發惡夢是很重要 因為我後母來了之後 我又 又怕 又發惡夢 夢遊 那時候 但是我一路一路處理 一路醫好的 真是在神裡面醫好的 一路相信神愛我 體重我 這樣醫好的 其實我聖靈充滿之後 都依然有的 是一路刻意處理之後 才沒有了的 那麼這個 希望我們就 應用出來 留意到 由應用出來 好 那時候 你會不會 找到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的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